《沙破狼》是由叶伟信指导众多影星主演的一部时装警匪功夫片 影片主要讲述了即将退休的督察陈国忠和社会老大王宝 新任督察马军之间的生死搏斗 影片是一部动作盛宴 《沙破狼》的最大亮点在于武打射击 饰演张警察的甄子丹是影片的核心人物之一 跆拳道黑带六段和身后的武功功底在荧幕上表现为力道十足 全腿灵力中西结合的个人动作风格 洪金宝是功夫界议员被忽视的角色 他在此片中的表演也算上乘之作 甄子丹作为武术指导 更是为影片设计了别具创意的动作场面 影片的动作场面更融合了摔跤柔道等格斗技巧 并且巧妙加入功夫园 使之体现出一种崭新的风格 整个影片不屌一根钢丝 完全是真人真打 也尽量不使用替身 着力体现传统功夫片的魅力 务求达到给观众更高的视觉享受 《沙破狼》全片有四段动作戏更具特色 简短而激烈 强弱分明 天马行空 具有创意 总体而言 《沙破狼》的动作既有传统功夫片中原汁原味的真打真斗 也有冲击力极强的视觉效果 并且融入新的格斗元素 竖起一座香港功夫片新的里程碑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评论 我们下一期再见